你 你拉着我干吗呀 为什么不能去问夫人 你可小点声吧 那个男的呀 一看就是夫人的相好 你没看见吗 他们那举止那么亲密 给我魂都吓掉了 我觉得不像 夫人不是那种人 她怎么可能背着侯爷 做这种事呢 你别不分青红皂白 就冲上去 社闹大了 你怎么收场呀 那她是那种人 一天到晚往仙岭阁跑 难不成真是为了刺绣啊 侯爷 我刚刚说话那么大声 侯爷不会都听见了吧 这肯定听到了 侯爷现在肯定去仙灵阁了 坏了坏了坏了 侯爷听到那些 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现在哪过得上生你的气啊 仙灵阁别出什么事才好 我们俩跟过去看看吧 走吧走吧走吧 可 若姨娘真是侯爷所害 那我们要怎么办啊 此事上有疑点 我们还是仔细求证为好 那我们要如何求证 我先出去走走 小心 十一娘 我回家 跟我回家 你要先问过她的意思 你是何人 我是十一娘的朋友 她若不想走 也不能强求 侯爷 我想起来了 她是欧家的次子 欧燕行 你想接近我夫人有何居心 你欧家已经下坐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与十一娘清清白白 十一娘也是你叫的吗 侯爷 欧公子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欧公子 你早知道她是欧家的人 你还跟她来往 不要再打了 徐烈仪 十一娘 太危险了把姐当放下 你真就不管人死活吗 你居然为了她 用自己的命来威胁我 把剑刀放下 你把剑放下 来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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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干什么 侯爷 夫人 好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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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受伤了 侯爷 快带侯爷回去啊 夫人 是你吗 是你刺伤侯爷的吗 你为什么要刺伤侯爷 既然是我再成为女子 这里的事 不可以说出去 我走 你该住处见门 走 过两日侯爷还要去山洞 你别说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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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太夫人 到底怎么回事 说 我们 在城外遇上了贼人 贼人 你身为他的副将 你是怎么保护他的 天哪 这么多的血水 他得伤得多重啊 母亲 此事一定要报官才行 侯爷已经领了圣旨 三日后便要出发去山东 若不上报侯爷受伤之事 三日后无法出击 那便是抗旨 明知有礼 宽儿 赶紧去 是的母亲 不许去 绝对不许报官 我 我一的圣口还是挺深的 令仪啊 好亲 你怎么 你怎么生成这样了 你告诉娘 为何不能报官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怎么去山东 若不报官 皇上那儿怎么交代呀 康命不尊 那可是杀头大罪呀 四哥 你不要命了 父母 我有我的道理 照我说的错误 母亲 答应我 好 娘听你的 答应你 大夫 好好医治侯爷 侯爷现在急需静养 诸位 还是让侯爷好好休息吧 好 侯爷现在需要静养 大家都回吧 母亲 父母 我 本日 母亲 我 感谢观看